冬天的北京一片萧瑟 位于世界最大的卡斯特地区之一的高原城市贵阳 却充满绿意 这是一座被山包围 同时也将山包裹其中的城市 卡斯特地貌给这座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福利 一群越狱者在这座城市中心的一座卡斯特丘陵栖息下来 经过石灰岩过滤的泉水甘甜可口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让这里四季长绿 优渥的自然条件让它们吃喝不愁 这群陆续从动物园逃逸的猕猴 从三十多只 繁衍壮大成约六百只 从人类的牢笼逃出 但它们似乎并不打算远离人类 在这座城市的公园中 幼猴们可以尽情地游戏玩耍 伴侣们能愉快地享受二人世界 母子可以安静地度过亲自时光 还有时常举办的育儿聚会 如果有兴趣 还能在节假日观摩人类的社交生活 更重要的是 人类可以带给它们自然界不能提供的美味 侯群中的等级制度依然森严 猴王已经知道人类的食物中 哪里是他最喜欢的部分 这群生活在城市中心的猕猴 也许是世界上对人类最了解的猕猴 他们在远离游客的区域打斗玩耍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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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让我们下期见 如果我来不及構ce 我们下期见 为了 我们下期见 谢谢 在便道边与人类互动 获取食物 他们懂得如何与人类相处 这座城市的人类 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与身边的其他居民达交道 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也是乾陵山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这一天 十余万贵阳人扶老邪幼 来乾陵山朝山剪柴 剪柴就是剪柴 这一风俗已经形成了数百年 乾陵山的弥猴今天也过节 因为潮水一样涌入公园的人流 将给他们带来比平时丰富得多的美食 这都是平常的零食 磕个瓜子 吃个花生 这都是平常的零食 人们还带来了这座山里没有的各式水果 香蕉 橘子 猕猴们显然娴熟地掌握了剥壳的技巧 还有苹果 梨 她们吃的有点浪费 因为还有一些自然界没有的食物在等着她 有点浪费 蜂蜡 蜡蜡 蜡蜡奶糖 棒棒糖 雪饼 看来这些它们不是第一次吃了 拆开包装的动作非常娴熟 当然小猴子拆包装的技巧还需要磨练 长期被游客喂养的米猴 甚至有了自己爱喝的饮料 也许只有在这里 如此高密度的动物和人 才会离得这么近 才会有这么多的互动 在这种互动中 有和谐时刻 也有冲突的瞬间 人类出于爱心给猕猴投喂食物 殊不知 这些造成人类三高的食品 也会给猕猴的身体带来影响 人类与动物 可以生活在一个空间中 但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也许是一种更合适的相处方式 春节过后 春天很快就来了 亚热带的温暖气候 让贵阳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 也更绚烂一些 这是中国西南高原 喀斯特地貌塑造的湿地 这片城市中的湿地 因为这缤纷的落雁 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华西 由于地处中国南方两大水系 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 充沛的水量和优良的水质 让这块湿地 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居民 河滩 河滩 绿洲 花圃 农田 丰富的湿地类型 让很多动物 来这块城市湿地安家 白鹿是生态环境的指示鸟种 它们的存在 是这块湿地良好生态的证明 白鹿体态优雅 但是在初春 它们是积极的斗士 湿地里 白鹿喜爱的食物十分丰富 它们有的喜欢不劳而获 抢夺同类口中的猎物 把豆不仅仅是为了食物 更是为了求偶 黑水鸡显然已经分出了胜负 此鸟接纳了胜利者 它们共予爱河 之后 此鸟会在河中绿洲的灌丛中 营造爱潮 产卵 富裕后代 夜幕降临 花溪湿地中的鸟儿们 都已安睡 花溪湿地 紧邻的街道 花灯初上 城市的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